要想了解无限这个词的含义 首先要对宇宙中的数量级有一个大致的概念 让我们从查尔斯·狄更斯笔下 伦敦的一条狭窄小巷说起吧 就像老古玩店这本想说的真实在线 在古玩店里你能找到各种各样的稀释收藏 有萎缩的头颅、手稿、报纸、书籍和不计其数的稀罕玩意儿 这是来自津巴布韦的一张面值100万亿元的纸币 2008年底津巴布韦发生恶性突货膨胀 这张纸币的价值仅相当于1.5美元 再增加两个数量级 我们将认识一件更有价值的东西 史上运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 很快将突破每秒2亿亿次 相当于20后面跟着15个0 以这个速度运算一天半的时间 得出的结果为全世界海滩上所有沙子的数量 相当于10后面跟着22个0 这也是可见宇宙范围内星星的大概数量 那么可见宇宙中有多少原子呢 数量约为10的78次方 多少立方厘米 约为10的84次方 继续数下去 让我们来看看吉尼斯世界纪录 十进制数字中 已被命名的最大数字 佛教中表示时间的概念 阿僧值相当于10的140次方年 迄今美之我们用过的最大数字是 格雷厄姆系数 它是用于计算n为立方体角度的 如果把可见宇宙按已知的最小单元 也就是普朗克尺度来分割 那么所有单元的总数 也比不上格雷厄姆系数大 即便如此 我们也远未接近无穷这一终极概念 如果你认为它太难捉摸 那将有很多人赞同你的观点 即使对聪明的大脑而言 理解它也并非易事 2000多年前 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和他的追随者认为 数字关系是帮助人们理解周围世界的钥匙 但他们在研究几何图形的过程中发现 一些重要的比率并不能简单地用数字表达 比如圆周率是圆的周长与直径之比 称为π 现在电脑专家计算圆周率已达到小数点后5万亿倍 进一步证明了希腊数学家 有关π是无限不循环小数的理论 π等无理数的发现 一度令人类十分困惑 据说毕达哥拉斯的一位门徒 西帕索斯曾经泄露了无理数的秘密 而被逃入大海淹死 一个世纪后 哲学家之诺用一系列悖论 将无穷概念推上舞台 他提出的这些情境都是真实的 但又完全违背直觉 下面我们举一个现代版的之诺悖论例子 比如你要过马路 在你走完全程之前 必须先走过距离对面街道的一半 为此又必须走过一半的一半 那么由此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 你到对面街道的距离是有限的 但要走到对面 却需要无穷多步 这在今天的数学中已经成为一个假定 任何长度都可以被分为无穷段 或者说任何一条线都是由无数个点组成的 无穷的概念让希腊人非常烦恼 因为这与他们希望以数字来解释 世界万象的愿望相冲突 对于生活在芝诺之后一百年的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来说 世界是在由无穷激发的 无形无态的混沌之中诞生的 在这片原始的混沌之中 没有任何自然法则 也没有界限可言 形态 内容都不存在 然而假设宇宙是有尽头的 那么如果一位勇士来到了宇宙的边缘 并向外扔出一杆飞毛 会发生什么呢 长毛会飞向哪里 亚里士多德认为 飞毛不会飞向无穷远 它更倾向于飞毛会加入天上星星的行列 在以地球为中心的一个水晶球体内运动 亚里士多德捍卫了一个有限宇宙论 并将因此临垂轻视 亚里士多德还研究了圆周率π等无理数 尽管每重新计算一次 小数点后的数都能增加一位 但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它最末最末的一位数是几 亚里士多德把这称为钱无穷 与钱无穷相对的是十无穷 比如说组成一条线的所有点或断的总数 这完全不可数 亚里士多德将十无穷的地位留给了所谓的第一推动力 也就是超越人类理解范畴的创世原动力 这成为了日后那些支持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者的基本论据 又过了一个世纪 阿基米德将十无穷融入了对曲线和体积的测量 他的方法说到底就是做加法 在圆内内接一个三角形 再将这个三角形变成四边形 然后是五边形 以此类推 随着内接多边形的边数无限增加 这个多边形的边长度就无限接近这个圆的周长 通过将曲线切割成无数份的直线 阿基米德得以比较出各种曲线的长度 以及不规则的面积和体积 阿基米德设想出的技巧 在两千年后得到了发展 然而他关于无穷的理论却没能得到发扬 原因就是美国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所形容的 基于亚里士多德潜无穷理论的数理反应 基督时代接纳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在他的宇宙观中 地球的中心地位牢牢不可撼动 然而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 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同 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学者 甚至一些信息的学者